花莲央月美帝度假酒店和泰迪熊集团11号邀请禅光育幼院和南华国小的小朋友 品尝泰迪熊香草餐以及画画比赛公寓活动 让小朋友们沉浸在香草世界里头也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假期 深更花莲有机香草的军达集团与集团旗下花莲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长期关怀常观育幼院的院童以及南华国小学生们 每年都会邀请常观育幼院的小朋友到军达休息农场 让小朋友开开心心奔跑于有机无毒草原以及香草花莲之间 也提供集团自有品牌羊田良品的产品有机迷迭香豆奶 豆奶采用花莲有机一号黄豆与军达有机迷迭香制成 每周之间南华国小学生们 让小朋友能够在成长阶段补充到更多优质植物蛋白质 同时也了解自有机ID球的理念 我们为了办这个活动 刚好我们也跟太极熊谢董他们 有做了央月这边的一些太极熊房的 亲子房的一个活动 听到说我们要办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这个谢董事长也非常的有爱心 然后希望给我们这孩子一个派的一个惊喜 所以就送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一只的熊 然后希望圆他们这一生希望有一个真的太极熊的一个布娃娃 所以呢谢董特别送了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有他们自己喜欢挑的颜色 然后给他们每一个人带回去 带一只回去 那也在这里呢给他们度过最好的快乐的 就像他们今天我们特别做了香草的料理 就是太极熊专用的这些授权的这些特餐 香草的这些料理呢给我们这些小朋友来使用 所以我们这两年跟太极熊合作呢 有谢董的所谓专属的授权 所以我们把太极熊这样的一个各种的造型 融入到我们洋约 然后融入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住房的专案 今天谢谢我们这个谢董的支持 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 在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回娘家 回军打娘家的一个日子里 让他们更开心 2022年原定于儿童节 以及经典太极熊联合举办的儿童节会话比赛 因受到疫情的影响 延后到中处假期办理 邀请经典太极熊谢兆汉董事长 带领着130只九寸太极熊 资认给参与的小朋友们 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所以他今天今天讲述了美食 今天得到太极熊的礼物 所以相信今天是这些小朋友一辈子 非常美好的回忆 那他可以睡觉的时候 旁边躺着太极熊 他可以成为他的好朋友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对话当中 小朋友的情绪有一个倾诉 所以太极熊也可以帮助他疗愈他的情绪 情绪稳定 他小朋友的生活就会更美好 小朋友更美好 家长就会更开心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环境 我们从小小的一个点开始到现到面 所以非常开心 今天有这个荣幸 跟太极熊跟央月美帝结缘 感谢大家 而这次活动邀请了谢兆和董事长 动华大学张淑华教授 军达集团董事长尹全筹 总监尹秋明 央月美帝住家酒店 林世佳副总经理 担任绘画比赛的评审 活动的目的在让小朋友能够利用更多的机会 走入大自然 接触香草 并运用花林央月美帝住家酒店的气感 颜耳鼻舌生意境去体验酒店营造的环境 带个美味走进园区里的大小朋友们 能够感受到气感疗愈的体验 记得小语 今天下期到